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病安乐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胀 虽然这个法门殊胜了 但是重要的还是修行 这两个字要注意 那么我们怎样修行呢 必须把净土三经 如果加上普贤行愿品 再加上大四智菩萨念佛原通章 这就五经了 我们必须把这净土五经里面的教训 通通明了 通通做到 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来修正我们的思想行为渐渐 就依净土五经 我们所想的跟经上所讲的一样 那你这个思想 那你修本宗的意趣 你就明了了 就正确了 那你将来的成就跟华原经上这些菩萨 就没有两样 网上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 到那个地方就跟观世音大世智 文书普贤 他们的受用平等 日常生活通通在一起 这个太殊胜了 所以说是如说修行供养 我们依照这个经引导 只归归到净土三经 那么这个三经里面 特别呢要归到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我们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大愿 那你就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 同解同行 换句话说 你就是阿弥陀佛了 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所以一定要如说修行 那么这个地方如说修行 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句 要依法不依人 如说是佛所说的经典 我们今天依五经一论 这个一论就是往生论 我们依这些就够了 不要依的太多 太多就乱了 一门深入 然后才能广学多文 那么这个依法呢 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 听说某个地方 某人有神通 很能够诱惑人 一听到神通 眼睛就发亮 我们要知道 这个献神通 并不是很特别的事情 妖魔鬼怪都有神通 这个要知道 很多人 那么都很想学神通 都很羡慕有神通 那么好了 你有这个念头之后 你有这个想法 魔 你就跟他相应了 跟魔相应 跟鬼神相应 相应 他就来诱惑你 他就来欺骗你 我们凡夫啊 很好骗 随便骗随便走 往往你就上当 你如果上了他的圈套 如果想要摆脱 就很不容易了 俗话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 你把他请来了 你要把他送走 那就很困难了 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谨慎 所以佛法不依神通 佛法也不求感应 感应一定有 感应一定有 但是不求 这就对了 这样了 鬼神动不了你 你受不了诱惑 你不会受到诱惑 所以佛法一定要依法 以经典的理论 教训方法 进阶 我们以这个 那就决定不会错 这是希望大家 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第二条 利益众生供养 这一条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烦恼 最重的烦恼 就是贪爱 古德说过 爱不重 不生缩薄 我们为什么生生世世 在六道里面轮回 出不去 就是贪爱心 爱恋心太重了 情爱太重 情爱太重 必定产生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一定损己损人 俗话说 损人 利己 不对啊 损人 怎么会利己呢 损人 一定损己 得不到一点利益 所以这一条 就是破我们的坚贪 破除自私自利 所以叫我们 要修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 就是供养佛 真供养 本经后面 有一个比喻 讲得很清楚 他用这个菩提树 做比喻 众生是什么呢 是树根 如果没有根 这个树不可能生长 所以我们能够利益 一切众生 佛欢喜 佛就是要给一切众生 真实自利 如果你也能够利益众生 你跟佛是一个心 同心同愿 那这是真正供养 利益众生 那么这个利益里面呢 它包括的范围 也非常的大 那譬如说 最小的利益 最小的利益 就是让他现前 这些物质精神的生活 不缺乏 这是最小的利益 这个利益呢 以佛法来讲 不算是真正的利益 因为佛法里面 讲真正的利益 是现在的利益 来生还得利益 这才是真正的利益 这一生得利益 来生得不到利益 这不是真正的利益 真正的利益 是生生世世 都得到利益 那么由此可知 如果使众生 生生世世得利益呢 一定在教育 有正确的教育 他才能生生世世得利益 也正是普贤菩萨所说的 人 有生就有死 死的时候 什么都带不去 你做了国王 你死的时候 你的威望 权势 你的地位 你的财富 通通带不去 你的妻子儿女 没有一个要跟你走的 真是所谓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生 只有你这一生造作的业 会带去 业呢 有善业 有恶业 善业 你来生 三善道受生 恶业 你来生 三恶道受苦 这是你带得去的 所以 要觉悟啊 要把因果报应的事理 说给一切众生了解 这是利益众生 他真正明白了 他自然会断恶秀善 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想将来得到好的果报 那么断恶秀善 这个利益 还不是真正究竟 前面说过了 佛的本愿 佛的心愿呢 是希望一切众生成佛 众生成菩萨 都不是佛的本愿 本愿是希望我们成佛 而且希望我们一生成佛 而一生成佛的方法 就是念佛 求生 弥陀 净土 那么 这部《华严经》 是释迦牟尼佛 视线成佛 第一部讲的经 是在定中 所说的 那个时候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经 佛都还没有宣说 那么由此可知 最早宣说 弥陀法门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就是这部经 就是华严经 那么最早提倡的人 就是普贤菩萨 所以我们真正讲 净土中的祖师 普贤菩萨才是 第一代的祖师 他劝导华藏华言会上 四十一位法僧大士 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所以劝一切众生 念佛求生净土 把弥陀法门 推荐给众生 介绍给一切众生 这是第一的利益 正是无量众星所说的 会以众生真实之力 会就是故事 会以施 最真实的利益 就是劝你求生 弥陀净土 所以这个利益众生供养 最殊胜的利益 不过于把弥陀净土 普遍的宣扬 那么净土经论 可以说自古以来 一直到今天 没有一部完整的典籍 经本虽然多 但是并没有能够 收集在一起 我们有感于此 所以把这个净土经典 通通通收集之后 定成一本 成为净土五经读本 这个本子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这个法门 自古以来 祖师大德们常说 叫做 易修难信 修容易 可是相信太难了 为什么难信呢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经典 不完备 所以大家不容易相信 我们把一切经论 通通收集在一起 目的就是让大家 请信 你能够阅读到 净土中的每一部经论 让你请信 让你相信 你相信了 自然会专心去修学 你会尽心尽力 去劝别人 所以这个好处在这里 那么这是讲到 利益众生供养 第三个 射受众生供养 这个射受呢 就是以慈悲心 大慈大悲 随顺社群 就像这个十大行愿一样 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顺一切众生 这个里面 劝导他 顺着终生当中 看机缘 劝导 劝他什么呢 劝他学佛 没有学佛的人 劝他学佛 必须要让他 认识佛法 因为现在社会上 有虚虚多多的人 提到佛教 佛法 都认为是迷信 而我们看佛教的外表 如果你不了解 也确实会让我们认为是迷信 我们到这个寺院 一看 那个气愤 不会让一个正常的人 生欢喜喜 现在什么人到寺院里去呢 只有人过世了 念经超度 才到寺院 所以许多人把寺院看作不吉祥的地方 那换句话说 是比殡仪馆好一点 很糟糕啊 沦落到这种地步 那这实在讲 很不幸 因此一定要让大家真正认识佛教 认识佛法 佛教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要很清楚 佛教 最简单的解释 佛陀的教育 这个出家人 给过世的人念经超度 这都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 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没有 没有这些超度的事 佛教当年在印度也没有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 才弄这些金蚕佛事呢 那这些超度的事情 这个在历史上 已经不可考了 但是我们要晓得很晚就是了 过去道安法师 在这个大专讲座的时候 他老人家提过这个事情 他说这个超度 可能起源在唐朝的中叶 那也就是唐明皇的时代 那唐明皇我们晓得 他钟爱一个妃子 杨贵妃 把国家国事放会了 几乎要亡国 引起这个安禄山造反 幸亏当时出了一个大将军 郭子怡 这个动乱平定 这一次动乱 国家元气大伤 唐朝从此以后 可以说就衰落 死伤的这些军民很多 所以平定之后 国家在每一个战场 主要的这些战场建立一个寺 建立一个佛寺 这就有追悼的意思 悼念这些地方死难的军民 这个寺叫做开元寺 所以全国在那个时候 所有的战场上建的寺 通通叫做开元寺 也就是在开元年间所建的 那么这个国家就请出家众 为来做超度 悼念军民的这些仪式 那么国家这么一做 所谓上行下效 老百姓看了以后 以后家里有人过世了 也请出家人来办这些仪式 可能是这样起源的 那么很多民间 这些福度 拜拜的 都是这样从佛法里面 取一部分流传下来的 那么这些我们都要明了 能明了呢 你才能够设受众生 随顺社群 才能在随顺当中 利益一切众生 在南宋之前很少有这个金参佛士 那么这个超度的佛士到明清 渐渐的就多了 到清朝晚年 可以说咸丰 同志以后 逐渐逐渐 这个超见的佛士 取代了真正佛的教育 佛法的教育 所以佛教的精神 一直到今天 可以说几乎没有了 那已经被这个超度亡魂 取而代之 本来佛法在世间 是教化人 教导人的 不是度死人 跟死人不相干 佛视现在人道 自然是以度人为主 跟这个鬼 不相干 那么自从 跟这个超度 拉上关系之后 渐渐渐悬兵夺主 好像这个寺院 伤这个超度 就不像寺院 那就以这个度王为主了 度王魂 不是度人 大大的变质 所以要知道 这个历史的渊源 佛教的本质 不是如此 人人念弥陀 弥陀信中作 法连处处开 净土自拥有 老年生活何处去 要如何找到心灵的归一处 上进下宫老和尚的悲愿 为一切有缘大众修身养老 往生净土设下 发愿在这一生 要求生净土 打造生命最好的归宿 欲缘 承传弥陀无尽愿 欲缘 深入弥陀无尽愿 随缘 弘扬弥陀无尽愿 合缘 共祝弥陀无尽愿 上进下空老和尚弟子 台中法连净土学会 上勿下广法师 发愿在台中太平 筹建光寿山 法连佛陀教育学院 附设弥陀村 目前园区正在续前中 呼吁善性大德 发心护持 您的点滴护持不仅是打造一座弥陀村 更是为自己及后代 营造一座安身立命 掌仰慧根的人间天堂 邮局话报账号2270-3000 2270-3000 顾名台中法连净土学会 洽询电话 04-22913567 04-22913567 0919-952-231 0919-952-231 功德无量